第一站下日毕业歌会的歌单来了 今年毕业歌会形式多样 看点众多 周深带着光亮和如愿来了 不得不说周深再次加盟夏日毕业歌会 选了光亮和如愿 真的是用了心 这两首歌对毕业生都意义深大 周深的励志经历 周深的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永远笑阳光 心中有光亮 自有爱 聆听周深的歌声 祝愿所有毕业生一炉生花 希望大家都能光亮自己 都能如愿 一场难得一见的试听盛宴 就要燃情来袭 必须要把期待打在公屏上 莫听穿铃打夜声 一缩烟语认评声 脑中又开启循环模式 相约夏日毕业歌会2022 听周深的天籁之音 你期待吗 周深好像越来越有一种高级的性感 一种极具魅惑的吸引力 说性感和魅惑可能会有一些奇异 但周深的气质 和他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细腻敏感的这地 的的确确有一种高级的性感 和极具魅惑的心灵吸引力 他的细腻敏感既有柔软的特性 又有着盘草般的坚韧 他的歌声仿佛来自仙界 却又总能结结实实的 笨入听者的心灵 然后扎根蔓延 他纯粹天真无邪 却又总能在无心无意中撩拨人心 他细致柔软坦荡 却又总是给人一种形单影支 若即若离的感觉 他优雅淳朴 充满友爱 却又总有一种停不下留不住的错觉 他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却又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预期 他仿佛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却又那么完美的契合为一体 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卡布时期智能的他 声音已经能通过网络撩拨一批死中的心 后来随着舞台的增多 实力的增加 经验的积累 台风的日益成熟稳重 他的吸引力也与日剧增 个性越来越鲜明 慢慢有了现在所谓的极具魅惑的吸引力 从最开始造型吐气 用脸唱歌 到深入人心 慢慢的造型好看了 再到唱歌时 有意识的对歌曲情绪 故事形象 服装造型等处理 他的那种高级的性感 和极具魅惑的吸引力 也由最初的青涩 变成现在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和从外至内烘托出的吸引力 所以他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帅 越来越性感 这无关相貌 身高等 在他看似柔弱的外表之下 是坚然不屈 甚至是刚猛的内心 而难得的是 他从来都是不急不躁 无论面对任何事情 他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态度和选择 他从开始的渴望 被听见和看见 到现在不仅仅渴望 被听见和看见 更是开始享受 被听到和看见 如今的他真实 自洽 忘我 又不失阳光纯真 甚至偶尔还有一丝铁憨憨的感觉 也许这正是他给人性感的一次原因吧 如果说周深的之前的经历 是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一哥的宽容和善良 现在就是自身实力强大 得到认可之后的从容淡定和自信 只是未变得是唱歌的初心 谦逊低调的品质 质朴善良的内心 或许这也是他更为性感和吸引人的一次原因吧 如果你听过他唱的歌 了解过他的人 你就会发现 越了解越深陷 越了解越不可自拔 你会被他的魅力 性感深深深的心 我写了解越能 Ig dollars 发生亡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